下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赫子实验 赫子实验对于电子场理论是非常重要 其实麦克斯瑞理论建立自初 并没有立即在物理学界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普遍接受 所以一个真理要被人们接受 是要经过很艰巨的过程 你不完全不是说靠说服别人 不是说我的理论做得有多漂亮 有的人就说理论可能这么多 实验很少 你真正要让这理论能够被接受 那么必须要得到实验的支持 得到实验的支持 所以对麦克斯瑞理论当时还有很多偏见 所以这个时候 哈姆或者波尔茨满是用实验来证实 用实验来证实 所以柏林普洛斯科学院设计了有讲证文题目 所以我看这有讲证文 有时候常常能够调动大家研究的积极性 哈姆或是就提了三个课题 并且建议他的学生赫兹来研究 当然他都是希望来证实 位移电流啊 厂的观点啊 都是证明这些的 那么我们说赫兹 他确实既有实验能力 又有坚实的数学基础的物理学家 所以说实验和理论都强的人 确实 有的人特别偏重理论 有的人特别偏重实验 像法拉第 那么但是也有两个坚而有致的 Maiswell是1864年宣读的第三篇论文 那么但是呢 1883年的时候 Page Geno 他也是搞那个相对论的这个人 他提出来用纯电的方法来产生电磁波 但是很困难 没有办法产生快速的电磁挡器 那么1886年你看 这个论文宣读之后 22年 赫兹证实了这个电磁波存在 当然赫兹实验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他就是 这是赫兹证止 这是接收器 这是邪证证止 那么这些现象就是感应圈激发的阵子放电 那么邪证气间歇是有火化 那么我们说 它的特点呢 是间歇性的阻尼震荡 感应圈是以10到100每秒周的频率 一次一次使火化呢 间歇充电 那么它是补充能量 一次一次呢 向外发射电磁波 那么能量是辐射损失 每次放电衰减很快 那么这就认识到 电磁震荡是一个共振现象 就是一个邪证 那么它的政府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赫兹证止 现在看起来是很平常的 但是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他竟然能想到这样去接受它 那么这个赫兹证止 为什么能够在22年 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人们才发现 一个原因是 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以前讲过了 位移电磁很难测量 很难测量 电磁波它的能量也很难测量 那么用赫兹证止 为什么可以产生电磁波和传播呢 那么这里边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产生电磁波的条件 这一点大家都要清楚的 就是说它要求 正元的频率必须足够的高 那么电路呢还得开放 你比如频率很高 像电感和电容 那么能量呢 始终在这里边转来转去 发射不出去 所以电路还必须开放 当然发射的电磁波 还需要不断的 有感应圈不断的补充 那么在一个脉冲 一个脉冲往外发射 那么怎么能做到 频率足够的高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电路 L和C串联 认为很小 那么我们知道串联电路 斜正的话 它的斜正频率是什么 根号L、C分之一 L是电感 C是电容 那么如果要求 这个频率足够的高 就要求L和C呢 是多少 特别小 怎么小呢 我把它呢 一圈一圈的电感 变成一根棍 它电感就小了 电容呢 这基板面积越小 当然它就 电容就小 对吧 所以我把一个板呢 缩成一点 电路开放 我实际上 本来频音板电容器 这个能量是在这里边震荡 那么我现在给它开一开 一开开呢 电力线就出去了 不是吗 再开再开 最后变成这样 这就是赫子正子 那么电子波 在空间是怎么传播的呢 电子波 一般来说波动 都是需要每一字传播 对吧 都是需要每一字传播 你像水 水波 那么就是在水 水是每一字 声波 靠这个空气 淑米波 对不对 我在这说话 如果咱们的屋子里抽真空 你们一定听不见声音 就听见我 看见我嘴巴在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淑米波 当然我们抽了真空 我们也没有办法活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空气 威力作为淑米波的这个媒介 那么我说话 我声带的震动 就没有办法传出来 所以我们说 但是呢 这是机械波 而电子波 它有很特殊的特点 它不依靠任何弹性为止 靠的是什么呢 电场和磁场的内在联系 内在联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太阳 实际上就是太阳光 就是电磁波 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 有很大的一段什么 真空地带 那么为什么 天晴没有云雾遮挡 太阳总是能够如期照到地球上 原因就是 电磁波不需要任何媒介 在真空中 它也能够传播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现实 所以我们说 电磁波 它在真空当中也能够传播 和机械波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这一点 应该说 我们在中学就已经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 它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为什么它能传播呢 我们说它传播的机制 就是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 对吧 而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 这是左旋场 这是右旋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变化的电场会产生磁场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 而产生了磁场和电场呢 也还可能随时间变化 因此这两个地位是对称的 这两个地位是对称的 变化率 最后得到的这个变化率 也是随时间变化 因此我们说 那么由于 华旋电场也随时间变化 那么这些电场随时间变化 又会产生变化的磁场 而产生了刺激的变化的磁场 又会产生电场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一样 就是说互相是套联的 因此我们说 说明在空间某个区域 变化的电场和磁场 是同时存在 又以对方存在为前提 对吧 所以说变化的电场和磁场 是互相依存的 互相依存的 所以说电磁场 实际上就是 互相依存 同时存在的 变化的电场和磁场 对不对 区别呢 就是说 磁场变化产生的 涡旋电场是左旋 而电场变化产生的磁场 是右旋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都是右旋 或者都是左旋 这电磁波能传播吗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会 说会违反能量守恒定 你可以看到 在这张图上 我们画的是 这样一个阵子 是在意味的 实际上一般震动 应该是往四面八方传播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方向震动 如果是都是左旋 或者都是右旋 要么就变到零 要么就到无穷 这个脱离了阵源 能量也可以继续传播出去 所以说 左旋右旋 是电场和磁场变化过程当中 内在的联系 使这个能量就可以传播出去 而且可以脱离波远 那么当然有关这个电磁波 它既然是波动 它也有反射 折射 干射 眼射 以及横波性的实验证实 为什么在电磁波里 不去叫你们做这些实验呢 不太好看 所以一般在讲到电磁场的时候 涉及到电磁波的反射 折射 干射 眼射 我们就留在你们光学里面去看 因为在光学里你可以看到 非常清晰的 比如反射 折射 还有干射 眼射的花样 都能够看到 那么这是当初做的一些实验的装置 比如说这是做这个斜正器 那么这个是可以反射 那么这也是 这是正子 这是斜正器 这个也是 所以说呢 这是它的 这是立体图 这是平面图 所以说 总而言之呢 是可以用这些仪器来验证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在 我们的课程里 不详细讨论 电磁波的反射 折射 干射 眼射 当然从理论上 这还可以讨论 因为有很多专门的教材 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呢 把这个问题呢 都留在光学里面 专门来讨论这些事情